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68集 我们今天来做电影工作室系列86号 这个系列的感知器 如同先前大家预料的 这款玩具成为了最近官方的这一波产品里头 除了L级的天王星之外 最不受待见的一款 Deluxe等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一个空洞空在这里 这是前所未闻的空洞 以往的空洞可能在这里 或者是在这里 但是这一次难得小腿没有空洞 可是却在背后 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这个太奇怪了 你这个机器人等于是直接告诉人家 我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这个岂不是 这个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 我只能说想象力太丰富了 那玩具本身的话呢 关节的紧实度算好的 除了这里比较偏松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先对比一下我手边几款感知器好了 这泰坦回归的时候 那你可以发现这一次的玩具做的比较大 然后细节的部分呢 虽然没有太坦回归这么多 可是它有一个G1的风格在 那比例也比较好看 那其实我最早之前有一款 这个是经典3.0的时候的感知器 这款零件非常的多 变形也非常的复杂 那至今我依然没有成功的 把它变形成装甲车锅 所以这一集的话就不拿出来做对比了 然后我们用太坦回归系列 跟这一次的玩具相比 变形可以说是80%是一样的 那概念想法都是一样 然后这一次的头是无法拔掉 先前这个泰坦回归头是可以拔掉 两者的差别就是肩膀上的这个 显微镜的差别 它上面这个的话纯粹是一个造型 可是先前泰坦回归的话 这个是可以转动 然后这个镜头是可以伸缩的 所以但是它这个太大了 放在肩上觉得非常的不自然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基本的一些细节跟可动 首先它的眼珠子是金属蓝色 算是非常好看的 头部是一个应该算是球关 那手臂的话呢 虽然这里是一个球关 但是感觉非常的紧实 二头肌也可以转动 那拳头只能往内锁 无法做一个转动 腰身可以转动 脚前后侧踢都没有问题 这里变形的需要有多一个关节 但是感觉比较容易松掉 膝盖可以弯超过于90度 然后也有一个脚踝的接地关节 以一款DELUX等级的玩具来说 它其实就是这个洞比较糟糕 不然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很糟 那可能也是这一波的玩具呢 其他三款大红风电影的家伙呢 实在是太太太抢眼了 所以导致于说他就比较可怜一点 那我们来进行他的变形过程 那么如同泰坦回归那一款的变形一样 他这个头变成是一个需要处理的 就是把它转一圈之后放到后面 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先往上抬 然后往下放下来 把这个锁扣给解开 再来把拳头给缩进去 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凹槽 对应这个红色 这个地方推下来 然后呢把它给咬合上去 在这边 咬这里 不对不对 这里还没变完 这个部件要往上翻 这个地方往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部件放下来 就到这边 拳头收进去 好 我们先把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 这个地方 有一个洞 要跟这个红色做一个结合 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过来 把它给扣上去 好 这个时候涂出来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要跟手臂内侧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 到这边 这里也是一样的 两侧 我们用力把它给捏进去 好的 接下来的话脚就更简单了 这样往两侧打开 推过来 斜肩放下来 到这里 斜肩放下来 然后呢 然后就把这个胸口就把这个胸口这一片给往前面放下 放平啊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弄成是一个L型 然后这个脚的话本身跟身体没有结合卡扣 但是它的稳定度还算可以 然后这个显微镜的这个镜头的部分就往前面放下来 如此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形态 那附带这把枪的话呢 只能够放在侧边这里 相对来讲是勉强算合理 其他任何地方的话呢 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款感知器呢 从机器人到一台显微镜的变形过程了 载具形态呢 这个就是一台显微镜吧 只能这么说了 原本的这个空洞呢 由于头部的组合 把它给稍微勉强算填充起来了 那唯一可以动就是这个地方 上下可以调节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显微镜的形态来说呢 先前泰坦回归这一款 一开始说的这个部分 它就可以转动 这个探针的 不再探针就是这个镜头可以往前往后缩 反而是变成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了 两者的变形结构呢 真的就是完全一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胸口这一片翻下来是一样的 脚的折法也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侧边跟这里扣上去 这个部分的话呢 还能够扣 它反而还没有 手的话呢 都是翻下来之后往上面缩进来 那头拔掉的部分呢 就等于是它把这个头部给收到那一侧 所以我说它们的变形的话呢 几乎有80%都是一个样子的 那它有一点的一个这个是一个透明部件啊 但是实际上就你要知道一些就行了 那最后的话呢 它还有所谓一个炮炮塔的一个应该说自走炮的一个状态 那它的变法也是很简单 自走炮的状态呢 就是你看到这里有个凸 我们就是把这个脚从这个地方反折 然后推上来之后 这里有个组合的卡扣 在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反折过来之后转上来 到这里就把它给扣上去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呢 炮往上放 这个履带的话就顺势的到了下方 而它的这一门枪的话呢 就放在这里 相对合理一些 它就是一门自走炮 然后呢 我这解开了 我当时在做这个泰坦回归这一款的时候 当时我在节目里头 我搞不清楚它的一个部件 就是说这一块部件 它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呢 现在的话呢 反而由于这个SS8 86号啊 会让我知道说 哦 原来它也是有自走炮形态的 它的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呢 一样是这样过来 反折之后啊 去扣在它这个地方 一样的一个意思 完全一样的一个思路啊 就连这个三变的这个思路都是一样的 它当时我抱怨是说 它这个卡扣是斜的 导致于说 它是不是到时候会变成是这么样一个形态 我一直觉得这个形态太扯 没想到它真的就是这么扯啊 对没有错啊 它真的就是这么扯 它就是两门自走炮 好 它就是啊 好吧 就解开了我一个谜题了啊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花了这么一点时间 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SS86号的感知器到这边 作为一款Deluxe等级的玩具 它是目前这一波 玩具价格里头呢 是属于价格最低的 因为可能比较发人问津 那你觉得喜不喜欢 或者是你为了凑人物 你会不会把它入手 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 那主要是 并行这个是有点扯了啊 就各种似不像 那就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